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子的喜悦 那这个在佛教里面 这叫做禅悦 禅丁所带来的这个喜悦 那这个比如说你晚上 睡觉之前打坐的话 确实有些人 就是晚上打坐的时候 有些时候就有一点点睡不着 有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 尤其是失眠的人 失眠的人 对这个禅丁是特别特别有帮助 它为什么有帮助呢 因为失眠的人 他开始这个睡觉的时候 开始准备睡觉的时候 就开始就是怕害怕 产生一种恐惧 这个恐惧是怕他睡不着 然后呢 这个越想越想不开 越想越恐惧 这一个 另外一个有些人就是 睡觉的时候呢 还没睡到之前 就准备睡的时候 就有太多太多的想法 或是乱想 然后就是越想越兴奋 越想越兴奋 这个睡不着 那对这种人来说 这个禅修是特别特别有帮助 因为他这个禅修呢 就把他的所有的这个注意力 就是专注在一个上面 宣布注意力专注一个角点 这样以后呢 他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思考 比较 注意力比较能够比较激动 这个是对他的这个睡眠 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 非常好的帮助 总的来说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呢 禅修虽然是兴奋 但是这种兴奋呢 我们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所以呢 不会这个迫害你的这个睡眠 因为睡眠也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 餐厅也是很平静 这两个是一个比较相似的 比如说我们晚上说很多很多的话呀 或者是运动啊 跑步啊 或者是跟很多人聊天的 这个这个这种这个兴奋的话呢 可能是在一段时间当中呢 你不太容易静下来 所以就不太容易这个进入睡眠 但是禅修跟这个有点不一样 还是对这个睡眠是有很大的帮助